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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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經不覺卡路斯 和大家做了三年有關 STEM 以至Maker的影片 當中我特別注重 介紹工具 使用方法和安全 如果大家記得 應該講過有關 如何處理雅加的切割 以至接曲而成型的工具 和方法等等 亦特別講解 在STEM工廠的工具應該怎樣配置 以及怎樣運用一些基本的木工工具 等等 可能有些師兄會問卡路斯 好像沒有介紹過金工工具 這個我不否認 因為在2015年開始做STEM之後 我們都是處理一些比較輕輕的工作 懂運用木工工具 和雅加膠片的工具 已經非常足夠了 真的比較害怕接觸金工的東西 因為印象中在澳門讀書的時候 第一次進入工場 就是我們叫做挫肥豬肉 老師比較鐵 叫我們把鐵皮挫走 這個動作叫做挫肥豬肉 做到身水身汗 偶爾會弄一張手 手弄到滿手油漬 洗手時洗得很辛苦 幾天才乾淨 過程中我真的很討厭金工 他們喜歡做更容易的事情 接觸了sheet metal之後 又學一下鑽孔 接鑽打鍋釘 做一下點刊等等 自己做了一個工具商 我才開始對金工興趣多些 直至後來讀理工 讀工商師範 又要學燒刊 又要學水火打鐵等等 這些我又覺得好體力勞動 但說回頭 金工是否沒用 當然不是 你看看我們生活環境 很多東西都用金屬來製造 才夠硬度和夠硬度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很多金工的工作都不是用機器做 都是用人手去做 有時在街邊 我們會見到一些師傅鋸鐵 燒刊等等 所以我會有一個簡單的系列 講講金工工具和它的操作方法 希望幫大家由淺入深認識少少有關金屬的操作 本身學習金工和木工一樣 要學習用釜鉗開始 夾著工件做切割打磨 其實處理什麼材料都是一樣的 在學習用紙卡的時候 或者學習木工的時候 卡路師也提過工具和處理方法 筆外斧是切割打磨屈曲接合等等 但剛才我提過在金工來說 切割打磨是最辛苦的 例如我拿一條熟鐵或黃銅出來 用手工具去鋸出來 其實相當辛苦 很多時候卡路師都會利用機器去代替 開始的時候先教大家如何切割打磨 今天我想教一件比較容易上手而有實用的 其實現在我想講的是 我們以前所學的銅鉗或銀鉗的方法 英文可以叫做blassing 又或者叫做hard soldering 需要到工具很簡單 一把火槍和銀鉗條 至於桌面上就最好佔了火磚 在開始講如何操作之前 或者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這樣叫做hard soldering 原來我們平時是焊電子零件 用石線來低溫焊接 就叫做軟焊 英文就叫做soft soldering 又或者就這樣簡稱做soldering都可以了 工具就是俗稱辣機的電落鐵 百多二百度就夠熱了 軟焊也不一定只是焊電子零件 譬如焊一些薄金屬的製品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用軟的石線 而改用一些比較硬的金屬 例如銅或者銀 那自然就要改稱為硬焊hard soldering 也就是blassing 由於燒用硬的金屬 需要600多度的高溫 自然不可以用電落鐵 而要改用火槍 而一般這類便攜的火槍 在五金舖都很容易買到的 用的燃料都是平時所用的火機器 打火點燃之後 由於混了足夠氧氣 火焰是藍色的 當然操作的時候要保持空氣流通 用這個火焰對著金屬 距離一吋半至兩吋地加熱 是可以燒到它變成red hot 即是俗語所謂的熱度發酵 那我假設了我這兩粒絲母 就表面是乾淨的 那現在我就把汗條接觸發熱的絲母 絲母的溫度就直接把這個汗條融化 而汗條融解成為液體之後 就自動流暈了兩個絲母之間的空隙 拿走火焰之後 可以讓它自然冷卻 或者要上冷水加速它冷卻 汗接便完成了 你說這個操作是否跟汗石有點相似 但這種汗接有多實性呢 我們不妨試驗一下它 簡直是不堪一擊 那究竟我們做了什麼呢 簡單來說我們做了兩件事 要汗接的效果好 首要清潔汗接物件的表面 因為不管什麼金屬都好 表面一定有氧化的 最好先用砂紙散乾淨它 其次就有關汗條的選擇 我現在用這個汗條 就是淘寶回來的萬用汗條 它的描述就說自己很厲害 什麼金屬都看得到 而且過程中就不用下坐汗劑這樣說 但最後的實驗結果 看就看得到 但是力量也不夠 於是最後我也是死死死死 買了一盒坐汗糕回來 而且不再用這個所謂的萬用汗條了 取而代之我買了少量的 含45%銀的銀汗條回來 銀汗條一點都不便宜 這裡短短的一條 價值20元人民幣 而且含銀量越高 流入間隙的流動性越高 但是價錢也越貴 至於銀汗糕就是我們所謂的坐汗劑 其實加它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為了清潔汗接的表面 我們以前還用彭砂粉 現在瓶裝當然方便很多 塗了汗糕之後 同樣方法加熱度發紅 然後加入銀汗條 明顯看到汗條融化之後流入了 整個汗接過程非常順利 然後我再反覆試驗幾次 發現汗接的強度也是足夠的 既然已經解決了所有汗材的問題 和技術的問題 我們就要應用出來真正試驗一下 剛好我的單車的送欄前面 就有一個汗接的地方斷了 然後斷口已經生了 可想而知之前汗的人的技術有多差 於是我就拆了送欄出來 而且將整條打環的滋桿都撕了出來 將接點附近的油漆和瘦漬打磨了之後 我用大力鉗固定它 在接點上面塗上助漢膏 用火槍加熱 倒打漆熱的時候 我們就加入銀汗條 冷卻之後脫了大力鉗 然後就用相同的方法做到另外一邊 就算汗點汗得不太圓滑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用割磨機去打磨一下 就算沒有割磨機 用金工菜去撿一下它都可以 我認為打磨的效果都不錯 再用沙子撒上多餘的油漆 就可以拿去噴油翻身了 噴油之後跟新的一樣 令它一切還原 雖然過程中用來買漢條和漢膏的花費比較多 更貴過買新的送欄 但學到的技術能夠應用出來 滿足感都很大 經歷完一個這麼勞私動眾的修理之後 大家可能會覺得性價比很低 但是我自己很滿意效果 而且我們做Maker的結果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過程 在修理過程裡面 令我放下了銀行這麼多年的人 重新掌握了技術 我相信在將來隔壁或者實作方面 用途都會有很多 而這正正是我今天上下影片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今天分享到這裏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